老年人滑下去了 他重量又很重 我是康護或是阿嬤 身體很瘦小 怎麼樣幫他撫位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彩樺你就當那個 笨重的 不是笨重 笨位比較大的這個阿嬤 我當瘦小的康護 那怎麼做呢 一樣 他滑下去的時候 我們傳統就是想到的 就是直接幫他往上提 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樣提的話 效果其實非常的差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這樣提 這個 我們這個長輩們 既沒有附位 他身體都在這個座背墊上面 一直滑一直滑 可能會有一些押瘡的起點產生 那第二個呢 我這樣硬提 對我的這個腰部 你的這個受力 我的腰部的傷害 其實非常大 那怎麼做呢 剛剛講了說重力 重力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可以請重力來協助我們 所以可以用這個 一樣用空中起小工廠 那搭配呢 也有點 往後 拿他 那這時候 你可以發現這個 彩虹其實他的屁股 就是慢慢的往下 往下 往下 稍微等一段時間 再來的話 我們就會很輕鬆 用我們手掌 手掌的外側 這個地方 稍微往後 往下 這個 你看這個長輩 他屁股 就可以做到 這個移的最後面 那趁著這個機會 我們趕緊把 把磨 膽帶洗上 把我的膽帶扣好 然後我們再把他 出位 下一堂課叫做 教你如何 讓你押窗 不再打擾你的照顧 所以這是 談到說怎麼樣去防止 我們老年人產生押窗的一個方式 那你 你 找人 兄 那你 那你 才會 說